从美国重建中国,到中美贸易美国吃亏,再到发动贸易战只赚不赔。 自单方面对华挑起经贸摩擦以来,美方屡屡抛出一些奇谈怪论。 6月13日,针对美国部分政客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误导,中国学者在北京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予以澄清。 对于中国巨大发展成就,美国一些人声称这很大程度上由美国在华投资所推动, 甚至喊出,在过去25年里,我们重建了中国。 对此,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指出, 中国为什么会获得这样的发展,不是因为别人的重建, 而是因为中国领导人,中国政府采取了明智的这个措施。 那么我觉得,也就是说,换从我们的话来讲,坚持和平发展道路, 所以中国取得了这样一个沉寂。 即便在美国不断单方面升级经贸摩擦的背景下, 中国经济依然稳健运行。 2019年一季度,中国GDP同比增长6.4%,明显好于市场预期。 华夏新公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表示, 市场此前因中美经贸摩擦产生的应激反应, 现在已得到一定消化。 今年应该能够拖在这个6%的增长速度之上, 能够实现两费上所得的6到6.5的这样一个引导性的目标。 今年明年只要我们能够在应对中间经过综合的措施, 使增长速度在6以上,我们就实现了全民小方的保证速度。 美方多次宣称,其对华贸易逆差超过5000亿美元, 美国在两国贸易中吃亏了。 但在与会学者看来,美国这一说法分明是甩锅。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崇恩分析说, 美国的高消费、低储蓄使得本国生产能力不能满足国人消费和投资需求, 必须从其他国家购买商品,造成巨大贸易逆差是必然的。 美国政府没有把国内政策搞对, 他没有对贸易中受损害的那些人进行补助。 他的国内的收入分配政策非常的不好, 所以就造成了收入分配非常不均。 美国一些政客认为,贸易战对美国是一笔只赚不赔的买卖, 事实果真如此吗?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道奎举例说, 近90年前,美国出台斯木特获利法案大幅度提高关税, 引发全球贸易混乱,失业人数大幅增长。 对中美贸易关系开刀, 实际上是对全球的生产价值链开刀, 是对全球化开刀, 它引发的后果很可能远远超过当年的斯木特获利法案。 与此同时,美方对全球价值链割裂可能产生的金融影响亦估计不足。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居建东表示, 美国试图将中国从全球价值链中割裂, 这使全球价值链面临系统性风险。 一旦全球排名前列的系统性重要企业产值因此大幅下跌, 华尔街产生的剧烈反应有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崩溃, 美国经济亦将受到巨大冲击。 如果前50家系统性重要的企业, 它的生产产值全部掉25%的话, 华尔街会是什么反应? 你是股票市场价格下跌? 华尔街的反应会比雷曼兄弟倒台的反应要大得多, 全球股市、全球金融市场就崩溃了。